- 大家好,我們這集來到了首座寵物安養照護中心 啟用的開幕式活動採訪 由楊敬宇議員發起與台北市懲罰局、動保署、台大醫院等單位合作 寵物安養照護病房有些觀眾應該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 那我們先請台北市懲罰局局長林崇傑來為我們說明一下 這是台灣首座教學醫院任期的安養機構 其實台北市到目前其實有13件 如果我們的台大不算的話,越南有13件的安養機構 尤其在我們的現代部會裡面 生活、工作、壓力和環狀之下 是解決很多四處的這個照護的問題 我們台大這個物色的這個安養機構 其實包含有三大特色 包含我們長期的照安養 包含我們之間的照護 還有包含中西醫的整合 我想這都是非常特殊的做法 然後我也希望透過台大物色的農醫院 這一次跟我們合作安養機構的推動 那將來長期也會來推動這個 培育教育的中心的建制 那大家已經很好奇發起的原因是什麼呢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請本身也是受醫師的發起人 楊靖宇議員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30年前 狗狗跟猫的平均壽命能超過10歲以上 就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現在因為四處關鍵的進步 跟四處責任的一個養成 還有我們醫療技術的精進 而導致於我們現在的平均壽命 都8到15歲、18歲 所以因此對於一些慢性疾病的這個重視程度 也越來越明顯 依照農委會的統計數字到2020年下半年 全台灣的狗狗跟猫的總數 將超過290萬隻 也就是說它超過了 我們15歲以下小朋友的總數 也就是說當它一個交叉以後 就代表我們台灣的一個社會的一個演變 可能少子化 可能對於保害者的需求去越多 副市長一路下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說 它在寵物友善公車、寵物運動公園 還有即將在捷運上 也可以讓中大型的推車能夠上台的是捷運 它還有我們這個對於老年疾病的這個狗狗貓貓 都有相當的照顧 台大這個動物醫院的六樓 它之前是受到防檢局的委託 它是成立一個所謂的我們的檢疫中心 也就是從國外帶動物進來的時候 再做檢疫 可是後來因為這個這項任務 我們已經結束了 所以空在閒事在這邊 我覺得個人也蠻可惜的 剛好跟季院長跟劉主任 我們特意有想到說 對於一些我們慢性疾病 需要日間照顧的這樣子的一個毛孩子 是否我們成立一個專職的一個武器 這個單位也能夠來照顧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一開始的喜悅的想法 後來結果經過了院長還有劉主任 還有我們也希望能夠台北市動往前 能夠加入到這個高齡貓孩子房的長期照顧 跟這個治療方面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就促成了這樣幾個事情 可以想到今天能夠開花節目非常順利 成功 大家大致上有了解了嗎? 下集會帶大家去看看 此季貓孩復健的過程 以及從醫師的角度去看 寵護安養照護病房的看法 敬請期待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